大家好,我是文蔚,今天咱们来做一个生活类的节目 这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人说 一个人如果他的手机号10年没有更换 甚至10年以上没有更换的话,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总之都是说的一些优点 这个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就说到我心里去了 怎么说呢,我这期节目可能有一些自吹的成分 也谈不上自吹了,我就是一些心里话了 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 我不知道大家手机号多长时间没有换了 我的手机号多少年没有换,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 首先他这个人讲,他说10年以上不换手机号的人特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人没有欠钱,不欠别人钱,不欠外债 基本就是这样,我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个外债 就是你像有的时候你用信用卡 比如说你这个月大哥消费他可能得到下个月才能结算 是吧,这个我觉得也算不上外债了 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模式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没有不欠别人钱 所以说就是谁给我打电话 就是这里基本不涉及到钱的问题 只能是别人给我钱,就我不欠别人钱 甚至这个可能大家也都能做到 我就说你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或者你生孩子的时候,别人不给了你那个水里的钱吗 大家应该都记账好,记得很清楚 这个呢,我也把它视为一笔债 然后这个呢,到该还的时候呢,一定要还回去 而且尽量能多还一点 这是我的做事的方法吧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他谈到就说 这个手机不花耗点,就是没有欠感情债 就在男女关系上呢,是很清清白白的 怎么说呢,像以前我也讲过的 这些年嘛,我做这个中文教育 到很多韩国的大学企业里面 见到很多韩国的这个女大学生啊 包括一些女职员呢 包括一些高管女秘书 反正是应该说吧 就是这个很多韩国的这些女士都很漂亮 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讲 这个我很有自信啊 就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和任何这些女士 有过哪怕一点的暧昧 没有,这一点我可以很堂堂正正的 跟大家讲 所以说呢,在这些方面呢 我也没有什么负担 就是心里面很平安,很安定 我手机放在家里面 我妻子随便看 你随便看,我一点没有负担 但是我妻子他也很孝 他基本也不看 他也不问我,你出去跟谁沟通 没有,这些都没有 然后呢,就是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他讲 你就扑换手机号的人 就是在外面不招惹麻烦 不惹事 对吧,就是你在外面没有什么敌人呢 没有什么就是想要来找你麻烦的人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在外面,反正是有的时候吧 会受些委屈 但一般我就都忍了 然后一般就忍让 哪怕我自己吃点亏啊 反正就是这些事情都能就是过去 大家看我的频道啊 就是你可以说我的频道 对吧,这个水平不行 深度不够 这些我都认可啊 你说我标题党 我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可啊 但是大家到我的频道来 大家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这个频道吧 就是很清静 对吧 就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吧,你大家看这个自媒体的环境当中吧 不论是油管还是推特 很多就是很乱 大家就是你攻击我 我攻击你 互相吵架 到我这儿 我就是 有没有人就是说怼我呢 有没有人说我不好等等 也有 但是这些事情 我很多时候我就一笑老实就过去了 即便是回应吧 我也说很礼貌的 站在尊重对方的角度 哪怕你骂我 我也是尊重你的角度来跟你回复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没有谁说会来找我麻烦 所以说我的手机号码 我也保存的很安心 等等吧 然后他还说就是说这个手机号码不换的人 是值得信任的 是可以深交的 我觉得就有点吹了 就是我就是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我是值得信任的 很多人就找我们办事 就相信你 就相信你文睿 但是今天我还是有点自吹了 就是我讲这个道理 对不对 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是吧 就说好 咱们再把这个话题转回来 有人一直这样说 那文睿你就说 你到底这手机号码多长时间没换了 多少年没换了 我的手机号码 我到韩国已经快16年了 到韩国到今年的 我是2006年的8月24号到了韩国 到今天为止的话 应该是到今年的8月24号 应该是16年了 一次也没换过 手机一直用 就将近16年 没换过号 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当时是2003年 那时候开始买的手机 2003年 那时候我在航大 哈尔滨读硕士那个时候 然后后来到三星电子工作 中间换了一回号 那也是没办法 因为在中国国内 大家知道 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当时就是你要跨越一个城市的话 它就叫漫游 那费用是很贵的 你不换号是不行的 你只能是换号 没有办法 然后到了韩国以后 2006年就一直也没有换号 一直用到今天 也就是说 在韩国这么多年 就这些 直到我号码的这些人 他想要联系我 随时都可以联系上我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就说你这个不换号码 它体现出一个什么 体现出你内心是很平静的 你内心是很安定的 就是你没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你内心是很平稳的 就是去年碰到一个事 去年就是 我有一个常用的邮箱 来了一封邮件 这邮件大致的意思吧 可能很多人也收过这样的邮件 就说 现在大家就是 你用笔记本电脑 或者是你用平板 或者是你用 像我用的一体机 它中间都有个摄像头 他的意思就是你 在摄像头前面 你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 然后这些我都给你们拍摄下来了 我用我们的技术都给你拍摄下来了 你赶紧往我哪个账户打多少钱 否则的话 你要不这么做的话 我就把你的这些视频 就全都公开 到你的朋友圈里头 大致这么个意思吧 我看了以后 我就一笑了之就过去了 我就知道 肯定这邮件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一看它就是假的 对不对 但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心里面 你确实是做了类似这样的事情 你可能也觉得这个邮件是假的 但是你心里面就会很不安 你就会很紧张 是吧 这就是 对吧 人和人的不同的地方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平时行动特别稳定的时候 你的心态就是坦然的 然后大家可能还看过那样的视频 就是它也是一种搞笑的视频 但是它也说明一定道理 比如说有一个妻子 我看到那样的视频 丈夫回来了 然后妻子就很严肃的讲 说你都说了吧 那个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你最好自己先说出来 其实这个妻子 他啥也不知道 他就这么一炸 结果他丈夫心里头不安 就把这个话全都说出来了 自己做了什么在外面等等 他这个视频很搞笑 但是他确实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生活当中 就是踏踏实实的 老老实实的生活是最好的 以前小的时候有人说 什么叫幸福 幸福就是能吃饭很香 睡觉很香 对吧 能吃得下去饭 能睡得着觉 这就叫幸福 小的时候我还不太理解 但是慢慢长大以后 就越来越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确实如此 真的就是这样 对吧 你说人 你说有好房子 好车 吃好吃的东西 他能给人带来的幸福感 是有限的 对吧 你说你一时为了一些利益 你就是放弃自己的良心 然后你以后 回过头来 当时你可能觉得很好 回过头来以后 你心里就会不安 这种不安可能会伴随着你的一生 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非常不划算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谈到这个心安吧 首先我觉得最起码 你就要照顾好父母 然后照顾好孩子 然后对妻子 对丈夫得好 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像我活到这个年纪 我发现周围很多很多人吧 要不就是对父母 尽孝不够 要不对子女的教育不够 要不就是夫妻之间 不是离婚 就因为什么事 最后到了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一切都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 他内心的那种痛苦 是没有办法排解的 就是说到了 特别是到了六十七十以后 那种痛苦 真的是 所以说吧 说一千到一万吧 咱就得是对得起天地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个是人幸福的根本 我觉得 行 今天就是从手机号码 联系讲了这么多 就是这两天 事儿也挺多的 对不对 咱们就聊聊生活方面的事情 行 今天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